已故资深音乐人李昆诚 生前小40岁的妻子林静恩 迁居台中之后脱续行为不断 先前曾传出在饭店内失控杂电视 还曾被拍到跟路人要钱 疑似经济出了问题 10号深夜又被民众目击到 擅自拿别人的外送餐点 坐在棋楼下大喇喇的使用 这个你点的吗 你点的吗 黑女子坐在棋楼下 拿着别人的外送餐点大快朵鱼 对方怒气得要报警了 女子竟然一脸无所谓 要报警 要不要 你吃吧 影片店就在台中公园路上 一家商女外头 民众点的外送餐点竟然被偷吃 影片上传网路 眼间外有发现 该名女子就是资深医院人 李昆诚生前小4岁妻子林静恩 会进来里面吃东西喝东西 然后在那边抽烟什么 有时候被赶走 有时候是自己走了 笑笑的啊 没关系你给我小心那种感觉 他有时候会讲出来 被害民众抱怨等待报警期间 林静恩一直等他 态度嚣张毫无回忆 找警方到场 林静恩才愿意陪他餐废 他们的孩子都很乖啊 偶尔会看到啦 很正常啊 说会鸡同鸭讲 可能你跟他是不同维度的人 林静恩与父亲曾经一言孙恋断绝往来 数月前两人一和后也搬回家中 父亲还带着他到医院戒烟戒酒 不料出院不到一周又惹出事端 让父亲无奈的说 本来想他会变好 却还是一样 自从去年四月 李昆成病逝后 林静恩疑似大受打击 已再出现脱续行为 先前曾传出在饭店内 失控杂电式 狂敲玻璃门 在大庭闹场 无故破坏他人机车 甚至还会拍到跟路人要钱 如今还被募集偷吃别人餐点 被依窃到最松半 记者陈张黄志尧 台中报